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讲的是色彩采集数 我们一共有四位老师 南侃国中潘文轩老师 幸福国中许佩恩老师 大波国中谢孟轩老师 以及阳明国中张素丁老师 来为我们一起共同编撰 这一部秩序概念相义元素 色彩呈现出的样貌 跟生活实际运用的色彩采集数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色彩采集数有些什么吧 好在这里呢 会有秩序概念色彩元素 色彩观察色彩运用色彩日记 那我们会有这些内容跟 相关的一些习作 我们呢在这个疫情的时间呢 我们都可以让各位同学在家里头 可以找到家里面可以用的东西 并且学习用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呢 我们来去做一个很有趣的艺术创作 那我们现在来请佩恩老师加入我们的讨论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佩恩老师 来佩恩老师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美感的四个秩序概念跟六个构面 美感的六个构面 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色彩比例 构成质感结构构造 佩恩老师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要讲的是什么呢 嗯 我们这次呢要讲的就是 美感的四个秩序里面的相异元素 以及六个构面里面的色彩 哦原来是这样子 嗯我们看到了上面有一个红点点呢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在进行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两个部分呢 特别的强调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各位我们的今天参考书籍 是美感电子书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请佩恩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什么是相异元素呢 好的各位同学 这里是秩序概念里面的相异元素 所谓的相异元素啊 就是将物件有规律的排列组合 在统一的条件中 能产生变化 增加画面的韵律感 例如我们来看 加拿大的艺术摄影师 Tuck McLelland 他所做的 嗯 同学们 你在这画面上看到了什么呢 哦 你看到了 有一些黄色的部分 还有一些看起来生锈的东西 甚至于在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两个轮子 跟一个有手把的东西 嗯 佩恩老师 我们来看看 这到底会是什么呢 好的 我们来看看 它的关键的部件是什么 里面有一个像是刀片的东西 我来猜猜 这应该就是割草机吧 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呢 它会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 会不会让我们觉得 哇 原来我们可以从这么多的部件里头 看到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认识的 那我们再来想一想 它为什么这样子排列呢 我们这样排列之后 它会看到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呢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加拿大的这个艺术摄影师 他所做的一个叫Sinscom Apart 那请问一下 我们在里面看到什么呢 我在里面看到了 有键盘 还有很多的螺丝 以及电路板 嗯 还有一条 长长又卷卷的线 我在想 这个 这些东西 应该就是电脑的 还有键盘的部件哦 哦 好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找到这么多的相异元素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 它们这么的有秩序 然后又这么的舒服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知道相异元素呢 其实是在同一个条件中做变化 木汤匙呢 是我们的统一因素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这张照片里头 木汤匙是一样的形状 一样的长度 那在这个地方呢 香料与形的 焊色的变化 就是我们的变化因素 那这个地方呢 香料的形与色呢 你可以看到从后面到前面 各种不同的大地色系 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不管是辣椒 或者是 这可能是个迷迭香 那像这样子的颜色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在统一的因素当中 有了变化 诶 那佩佩老师 你可以来跟大家说说看 这个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 哪一个是统一的条件 哪一个发生的变化 产生的运绿感呢 同学们先来想一想 等一下老师再来做解答哦 好 我们看到 这边统一的条件 就是帽子的尺寸 它的大小以及形状 那变化的元素 就是它里面的色彩 像连衣一样 一圈一圈的不同的色彩 这使得 我们统一的画面里面 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效果 你的感觉呢 哇 我是这么觉得的 而且我在上头还看到了 它有一点点大小的不同 但是这不影响 它原来就是统一的圆形的状态 也不影响 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看到的颜色 跟它布成的形状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张 这张照片呢 同意的是什么呢 变化的又是什么呢 好 这张照片里面 同意的是 盒子的长度与宽度 还有盒子的材质 它的盖子都是白色的 那它的盒子 这个盒子的身体是透明的 并且这些盒子都能够堆叠 那变化的就是 这里面所盛装的饼干 它们的形状 还有它们的色彩 都不太一样哦 可是 盒子的形状 让它们看起来很有秩序感 这应该是因为 这盒子本身就有你上述所说的那些特征吧 嗯 这真是个好方法 所以 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整理这些物品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着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整理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然后让他呢 来帮我们复习色彩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大坡国中的孟轩老师 还记得青年级的时候 这个很熟悉的摄像环吗 里面呢 有所谓的三原色 是哪三原色呢 是的 就是各位看到 上面标示的红黄蓝三种色调 其中呢 180度对角的颜色 我们叫它互补色或是对比色 像红色以及绿色 红花绿叶就是一种对比 其他像黄色紫色以及橙色蓝色 也是对比色哦 在摄像环15度夹角 我们叫它同类色或是临近色 90度夹角相邻的三个颜色 我们叫它类似色 另外 等边三角形 我们叫它三角色 各位同学是不是都记得这个色像环了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文学老师以及配音老师 在饮食讲究色相味俱全 五感中兼具了视觉 嗅觉以及味觉 我们在色彩里头应用在饮食上头 有哪些特色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里面有五盘菜 诶 佩洪老师 你可以帮大家看看 我们到底在这里头可以看到什么呢 好的 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一块颜色很深的背景上 有五个圆圆的盘子 这个盘子上 举例来说 第二个盘子 里面有黄色的面条 上面撒了一点香料 还有红色的酱汁 那在第三盘里面有一个荷包蛋 上面还有了几片的薄荷叶 这些的色彩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所介绍过的香溢元素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它们都是同样形状 尺寸的盘子 只是在上面有不同的 不同色彩的菜肴 这些菜肴 给我们感觉到了视觉 嗅觉 以及味觉的感受哦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谢谢佩洪老师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四张照片 这四张照片里头的左下角 这个面条的部分呢 是我们采取一个用大地色系的组合方式 各位在其他非常鲜艳的色彩里头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张 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但是它还是一样是饮食的色彩 所以我们在色彩里头 其实运用了这种方式 可以让这个区间呢 变得比较温和 或者是让它有一个统一的色调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也可以看一下 荷兰的艺术家 那荷兰的艺术家 他使用这个方式 让生食切割成 2.5乘2.5乘2.5的立方公分 整齐排列在镜头底下 哇 这真是太精彩了 佩洪老师 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艺术家吗 好的 这个荷兰的艺术家 叫Leonards and Sander 他们把食物 也就是生食 切割成这样的立体的形状 整齐的排列在镜头下 感觉有一点错失的效果 他们的尺寸是统一的 那在相异的元素里面 我们仔细的观察 诶 你看到了什么食物呢 我看到了有西瓜 还有洋葱 还有大白菜 奇异果 鲑鱼 哦 真的是还蛮多的呢 是啊 这些食物 他们都有相同的尺寸 可是里面的纹理和细节 会让你联想到 嗯 这些食物给我们感受是 诶 什么 好像跟我们平常所认知的食物 不太一样呢 嗯 这真是太有趣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艺术家 他怎么样呢 去应用他的色彩 你可以看到 他使用的这个色彩里面 从一种淡淡的灰色 慢慢的变成很深的灰色 或是从黄色 慢慢变成咖啡色 或是从黄色 慢慢变成一个暗红色的状态 嗯 这个艺术家真是太有意思了 诶 全部都是我们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 例如树叶 例如石头 还有呢 就是一些 嗯 我们常常随速可看到 你公园都可以看到的材料 例如树枝等等 那他的作品的主要是在表现自然环境中的美 可以看到 他把颜色 用有秩序 渐层式的排列 这让我们感受到 秩序的美感 还有色彩的美感哦 好 原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里头 他在各个不同的自然的角落 将这些自然的物件呢 把它组合起来 用圆形的 或者是用线条状的 将它呢 慢慢的呢 布置在这个丛林 或者是森林里头 当自然慢慢退去的时候 他的作品也就会慢慢的消失 真的是非常的环保呢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使用漸层的方式 来做创作的艺术家 等一下老师 这个艺术家 他是用食物耶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建成 也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吧 没有错 他们全部都用建成的方式 只是这个艺术家 Bretchen Wright 他所使用的是 厨房里有的自然的材料 那就是我们的食物 哇 这个可以光明正大的玩食物呢 我们可以看到 食物经由切片 而且做有秩序的排列 这个色彩从红到橘 或者是从绿到白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身心灵的疗愈效果 嗯 真是太美了 越来越舒服了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其实也有用了一些 各种色彩的方式呢 去做一个表现 不管他是整理在圆形的盒子里头 或者他是把他整个整齐的交错在 这个他的画面上 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 他在上面的绿色的花椰菜 跟下头紫色的花椰菜 做了一个呼应对比 那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构图呢 好 所以我们呢 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在这个里头 有各种不同的排列方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艺术家 他是使用水果 蛋壳 羽毛 火柴 叶子 花瓣 等等这样的东西呢 用极简的方式呈现这个概念 诶 佩恩老师 那这两张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两张他的不同的点在于 一个是用叶子 一个是用植物的花朵 植物的花朵或叶子 他们一样都是做有秩序的排列 他们中间的间隔是等距的 应该说他们中间的间隔 是有一些距离 不受我们的植物的叶子的形状所影响 嗯 我也在里头看到了一些 蛛丝马迹 像是他在左上角 左边的这一张照片里头 可以看到花朵的对齐 在这个我们的正方形的外框的中间 那也可以看到右手边的这个地方 他有一些花朵是直放的 中间虽然他的蓝花的部分 非常的有变化 但是他也利用了中间的空间 让花朵直接放在那个空隙当中 嗯 真的是一个巧妙的布局啊 嗯 应该还有很多的这个作品 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个是令人兴奋的一个作品 也就是他的糖果系列 在他的糖果系列里面 哎 各位又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方式呢 好 佩安老师 你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哪一些呢 我看到了很多的糖果 这些糖果 它们的造型 形状各异 同样 它们都是在做有秩序的排列 它们呢 主要是把 先把外框 先框好之后 决定外框的尺寸 再来把里面给填满 这样子就不会失误了哦 另外提醒同学 这个艺术家 他有IG 你们可以去追踪他哦 他叫Emily Blico 这个也是刚刚我们看到他的这个Emily Blico的这个照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左上是蓝色的 然后右下是黄色 中间呢 就是他们两个颜色交错的方式 哎 这正是应用了他刚 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渐层 另外呢 一个就是排列的部分 然后色彩的一个变化 好 那我们呢 就在这边呢 请大家来一起试试看 我们如果要在家做这个实习的一个练习 我们可以使用食物排列 还有一个是真的可以吃的食物排列 然后商品包装 我们把它拆下来之后 把它分颜色可以排列好 得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色彩的贴纸 或者是色彩的色纸 那在这个地方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用杂志剪贴 好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裴安老师来跟我解释一下吧 好的 这些都是学生的作品 是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带领他们做的 当然是在疫情之前哦 那同学是怎么做的呢 我先请他们收集他们的铅笔盒里面所有的物品 并且把铅笔盒里面的物品根据色彩先做一个分类 分类完他们在思考有哪些东西可以用 有哪些东西不能用 可以用的就先留下来 你觉得不太适合用的就先摆一边 之后再把你觉得可以用的那些物品 最主要当然就是笔哦 因为在铅笔盒里面笔占的是最大宗的 把它做有秩序的排列 先把数量最多的东西排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其余的东西给放进来 当然这中间我们需要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假设你里面有一些比较大的物件 我们来看下一张 例如说是眼镜 这时候比较大的物件你要先摆着 再把你觉得合适的东西给放进来 不要忘了他们中间必须留有空隙 就好像我们刚刚所看到那些艺术家 尤其是Emily这个艺术家 她所做的 她中间所排列的东西都有空隙哦 只要我们做好有秩序等剧的排列 自然而然你的作品看起来就是有秩序感 而且又有美感咯 我刚刚发出的赞叹就是觉得 这真的是太整齐了 然后我发现他们都会很好的把它排列上去 这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试试看 而且来做做看哦 好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希望呢 各位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色彩日记呢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记录 不管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铅笔盒 或者是你今天吃的东西 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记录哦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哎哎哎别忘了 叮叮叮 文轩老师回来回来 哎怎么了怎么了 啊你还没有按到下一张呀 哦同学不要忘了 你做完的作品要上传哦 请扫这个QR Code 把你的作品上传到云端 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 会把你们的作品秀给大家看哦 啊谢谢裴安老师 这真是一个好棒的方式 那我们就请各位上传你们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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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